今天我們來到新店 新店山區的一個寫生景點 那早先我在這裡畫過非常多的作品 那過了好些年了吧 兩年三年 因為小朋友以及疫情的關係呢 再次來訪 結果發現這裡變了好多 那以前這裡呢 是有很美麗的山谷 還有湖泊 但是今天來就發現這裡的草 已經長得比人還要高了 那就有點傷腦筋 不過這個地方很適合帶小朋友來寫生 那因為這裡有非常棒的一個空地 人車分道 小朋友在旁邊玩呢 甚至他暫時離開你20秒 都不可能會發生任何的危險 那因為山區的關係 所以車子少 所以這個部分的安全疑慮也會比較有保險一點點 那這小朋友剛剛應該是有在偷偷上廁所 那我們現在要先幫他處理上廁所的事情 然後我再來想辦法 看有沒有辦法在草的這個間隙裡面 找到可以畫畫的角度 好嗎 你好 你好 你今天有看到鳥嗎 有 有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來準備 OK 那剛才已經幫小朋友換完尿布了 那現在呢 我要讓他在這個地方呢 先自己玩一下 那我來佈置畫具 等一下畫具佈置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今天的解身作業 先跳 好 快有蚊子所以我們要貼 幫我貼 前面一個 後面有一個 蚊子 對 帽子也一個好不好 對 對 白 這什麼色 黃色 白色 這什麼色 色 黃 黃色 黃色 小妹妹 小妹妹 好 面面是不是 小妹妹 小妹妹 大 Combat 小妹妹 小妹妹 其實她的 一uca stones 小妹妹 小妹妹 早送上 有一月 巨礼 鱼 马上 叫面面 叫面面啊 在那裡 姐姐 飛機咧 有沒有看到飛機 喔 在那裡喔 小寶寶 要不要擠顏色 不用啊 還有對不對 小寶寶很快地畫了一張圖 那她現在呢 她現在注意力也用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 就要帶她去 玩一下 放電一下 我看 走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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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 爸爸 爸爸 好 那影片最後面我會附上今天畫的作品 就這樣 好來了 進來